冬天吃上一口热腾腾的火锅是许多民众的最爱 为维护民众食用火锅料产品的卫生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55件产品 包括肉品10件、水产品5件、高风险蔬菜15件 火锅料加工制品15件、豆制品5件及花生粉状5件 其中10件品质不符规定 这一次总共抽验了55件的产品 包括了肉品有10件、水产品5件 高风险的蔬菜有15件 火锅料的加工制品15件、豆制品5件 以及花生粉状5件 我们这一次检验的项目包含了动物用药跟动物成分 重金属、农药的残留量、食品的添加物 以及真菌毒素等等相关的项目 这一次的检验结果有5件的蔬菜 包括了青江菜有3件、葱2件 以上5件的蔬菜是检出农药残留不符规定 违反了十安法第15条第1项第5条规定 另外在2件花生粉有验出了黄菊毒素 不符相关的限量标准 也违反了十安法第17条规定 卫生局已经命令我们的抽验地点立即的下架不能贩售 并且追查我们上面的来源的都是外县市的产品 所以我们已经移请所强的县市卫生局后续的办理 那另外有3件豆腐类的产品有检出了防腐剂本甲酸 也违反了十安法第18条规定 卫生局表示本甲酸为可合法使用之防腐剂 唯不得使用于豆腐类产品 本甲酸偏向水溶性 进入人体后可从尿中排出 若过量食入会引起腹泻胃痛心跳快等症状 适量喝水可帮助新陈代谢排出 其中豆腐的两件有因为无法提供来源的停证 所以我们三件的豆腐产品都依甩法第47条第9 第11款规定处清来第3万元的罚缓 那另外本甲酸部分是合法可以使用的防腐剂 但是不能够使用在豆腐类产品 另外本甲酸也偏向水溶性 所以我们进入人体之后可以从尿意来排出 我们可以借由适量的喝水 然后帮助新陈代谢排出 卫生局呼吁食品业者应保留完整产品交易凭证 如产品外观 包装上来源资料等 以利后续追查不合格产品来源 达到源头管理 共同为民众食安把关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